玻璃大厂台坡为了充实营运资金 统事会是通过了决议处分旗下 位于南京东路的台坡大楼还有其他的资产 渴望贡献获利超过20亿元 再加上中国大陆政府加速淘汰落后产能 有利于减缓市场的竞争 因此台坡表示今年全年渴望省益两平 会员排排站投下重要的一票 工商协金会里件事改选 由台坡董事长林博锋出现 成功接掌工商协金会 对他来说好消息可不止这一桩 第三季我努力来让他做到别人 第四季会好一点 社会对岸政府积极推动节能减排 住宅市场逐步改为使用低辐射堵膜剥离 推升市场需求成长 另外大陆政府也严格控管过剩产能 不仅淘汰落后产线 也不再审批新建项目 有助于提升市场价格 以及兼换企业竞争压力 但是我们朝着节能波里来发展 让我们会努力朝这个目标做 而且我们相信我们做得到 为了充实营运资金 台坡通过董事会决议 处分台坡大楼部分楼层 以及附近其他资产 合计成交总金额高达24亿元 预计将贡献获利20.72亿 种种有利因素 也让亏损连连的台坡 看见新契机 寒出今年营收有望突破500亿大关 挑战年增超过35% 目标全年损益两平 明年有机会获利 分学了关于台北报